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最近我们看到了台股很多在飙涨的个股 是不是背后都有一些嘎空的行情呢 还有到底这个盘接下来会怎么走 选股的方向是如何呢 请你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我们先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华南投顾的董事长 楚祥申 楚董好 大家好 大华投顾的分析师 詹文元 詹总好 大家好 固德投顾的分析师 高博杰 博杰哥你好 志云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先赶快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要送书活动 这个其中一本书作者在现场 詹总在这里 提供三本书我们要在这个 你在我们的网页上头留言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些非常重要 而且很厉害的书籍哦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赶快带您来看 今天的一个台股的表现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台股 哇 一路就是开高走高 最后收在8286点哦 大涨了285点哦 今天涨幅有3.57% 量的部分前两天的600多亿的量哦 哇塞 真的是 今天马上来一个千亿元以上的大量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在筹码面 今天是非常有趣的哦 因为你来看外资买超了214亿元 八大观股倒是卖超了41亿元 好 那么今天合计三大法人 因为外资大买超 合计呢 三大法人买超了265亿元 那么在这个外资期货的一个口述部分哦 今天又小小增加372口的多单 合计未平仓的多单量 占24915口 我们请一下楚董哦 楚董我们看到 这是今天的一个台股的表现 但楚董我们先一块来看一下 现在的国际的一个盘式哦 今天的这个国际盘哦 来 这个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国际盘 像德国哇 德股那么英国 法国 你看现在都是有2%以上涨幅 德国涨了1.84% 另外美国的电子盘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电子盘 你看现在电子盘也都有一%以上的涨幅 特别是楚董今天呃 待会晚上1点钟会有这个苹果 要公布它的心机发表 对 很重要 对 所以呢 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国际盘的股市 这么样的强劲哦 对于明天的台股走势你怎么看 明天的台股基本上我觉得今天涨不比较大 对 外资大概一次把它该要补的大概补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明天外资即使买超也不会 应该不会太多 那重点还在苹果心机的发表 对 因为台股有太多的所谓的平盖股 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蓝筹股 如果苹果心机发表不如预期 要看苹果的股价 对 那对台股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 但是苹果的股价其实 我看到昨天它的一个股价其实是正面的表现 对对 表现还不错 但是它从130起跌下来幅度也蛮深的 对 而且大家直接觉得今天所谓的6S S的部分是小改款 对 变化不大 这种情况之下 你很难有一个所谓的亮点 让大家掏钱去换新的机 加上全球的股市下跌 中国大陆的股市也跌得蛮重的 大家口袋比较浅的情况之下 要大不度的成长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去年的6的部分系列是 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Apple的手机 对 现在要再创造那个会有一点难度 对 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等着明天早上来看看 对 明天会影响很大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 今天其实台股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 因为我们来看到 本来大家都以为说 台股涨到这个位置点 是不是应该下来修正一下 结果出动你看 他今天根本就不用修正 用力往上站稳越线 而且这个季线感觉好像越来越靠近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时候 两天的成交量不到700亿 大家想量是价的星星指标 看起来行情要往下走 对 但是全球股市所谓的蝴蝶效应 昨天中国大陆的尾盘 从跌拉到涨2.9% 对 造成这一波大涨很重要的因素 全球金融市场蝴蝶效应 因为这一波全球股市的股灾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民币汇改的部分 加上它股价的重跌 造成全球股市重跌 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股市 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了 所以很明显的 欧美股市很明显的反映 那看到今天很快的突破月线 而且量价起扬 慢慢走季线 大概还有剩下4% 对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慢慢回到这边 进线的位置在这里 8635 对 我觉得应该会有点机会 为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在9月18号到20号 我们所谓一个很重要的证锁税 对 看起来这次拿掉机会很大 过去证锁税就像一个石头挡在路中间 因为走路颠坡不平 大家都不愿意进来 如果拿掉情况之下 至少让这个路开得很顺畅 钱我觉得陆续会回来 不代表说今天证锁会扭转全球的趋势 不会 至少让很多观望的钱 对 跑出去的钱 重新回到这个市场 那是心理案 我觉得相对会比较有利一点 但是有点怕什么 利多出境 如果在18号之前股票一直涨 那真的通过的时候 你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对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 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证锁税的一个边缩 但是我们来看外资 我们特别把这个下头放了一个 外资的一个买卖超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外资买超214亿元 诸总这个数字 应该相对来讲是外资大手笔 对不对 对 你看上一次买超在四月份 对 股价创散点新高的时候 将近快四个月 睽違以来的第一个最大的买超 对 我觉得你去看外资的期货的多单 一直维持住 对 但是在现货市场 大部分都维持小幅度的卖超 对 但是发觉国际股市 已经开始一波明显的反弹的时候 它基本上今天应该是 补到它一定要的量 但是我最后讲说 也许明天不太容易有这么大的一个买超的金额 对 它可能也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16 17号FAT要开会 对 要不要升级也会影响 所以望后很重要 明天Apple发表新机 16号 17号是FAT要开会 要不要升级 接下来我们就正所税 对 很多重要的事情在陆续要看 对 整个考验我们的股市的变化 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关股行库 这个说要国安基金护盘 结果来看看今天关股券商是卖超 这个17亿元 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关股券商的卖超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出动解释一下 我提到现在政府应该是强力的做多 对 你会看到不论是对行情的看法各方面 是 而且像一般的自行商 如果你有卖超的话 主管就会稍微打电话关切 当然不是学生叫你不要卖 只是说在这时间 时点你不要做那么大的一个卖超的动作 对 一般讲关股券商是 一般的关股它的经济商的部分 对 但我稍微提一点 就拿我们来提 我们自己的公式来提 我们大概90%以上 都是一般的法人客户 或是散户扮有很重要的角色 其他的5%到10 看当年成交量 是所谓的 可能是关股的资金的进出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说 怎么搞得今天大涨关股都在卖超 对 那我觉得是真正是因为 我们自己本身的客户 包括法人 包括散户 可能看好不容易行情起来的大涨 稍微做一些调节 这个绝对不代表官方的态度 大家可能要弄错了 对 我刚才一直问楚董说 你看他怎么这样卖 楚董来帮这个政府讲 绝对不是 因为我提到90%以上 都是一般的法人客户 或是一般散户 官方资金占的比例非常的低 所以郑主委应该不会心口不一 应该不会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这是郑主委有打电话跟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帮今天整理这张 是想要请楚董帮我们来解释的是 国际间主要股市的表现 跟它现在的位阶 还有它反弹起来的速度 来看我们台股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往上 好 我们看日本今天是大涨 然后它已经站回年线了 我们台股今天也大涨 但是我们离年线 大概还有9.3个百分点的乖利率 那我们从第一档谈起来谈15%了 你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其他国家 我们来看其实我们距离年线是最远的 然后我们谈起来的速度呢 最快 是最快的 对 那这代表什么楚董 接下来我们还有空间吗 我觉得这一波很重要 就是所谓的跌升反弹 对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回头去看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 这一波跌的最深是谁 费城半导体 对 费城半导体大概也弹了将近15个百分点 对 比刀就此快了将近一倍 所以基本上是跌升的反弹的幅度比较大 你看上阵指数也是一样 对 这波修正幅度很大 它弹的幅度也将近快14个百分点 是 那日本的部分比较特别 今年基本上 今年上半年之后非常强 对 那这波事实上修正幅度还相对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看它今天 你看它反弹 今天7个百分点是因为它这一波 其他的市场都已经反弹一波了 对 它没有反弹 用今天一天补足它的弹幅 非常的明显 其他我们提到 乖率率比较大 表示这一波跌的幅度比较深 对 基本上 所以你看台湾距离年限 9.3个百分点 你看我们弹的幅度比较深 对 上阵6.7 非常的明显 对 所以我觉得 目前还是为止走一个跌升反弹的格局 是 就像台股同样的OTC和集中交易市场 是 回头去看OTC 台的幅度非常深 对 幅度非常的大 对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 大家不一定要去看集中交易市场 看OTC 这波反弹 OTC和集中交易市场是一个更替的格局 一个就是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OTC相对比集中交易市场来得强 对 那这些OTC的股票 中小银股票 跌得实在太深了 有一些跌到了不合理的价位 对 所以在这一波反弹当中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领先的指标 冲锋陷阱的角色 就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重要的 关系一下 看OTC的强势部分 对 它只要维持强势 大盘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多头的格局 就会没问题 对 好 那楚董 我们再来看一下外资的态度 就如同刚刚这个楚董跟我们稍微解释 之前的状况是 外资的多单口数hold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现货一直卖 对 每天一直卖 小幅卖超 小幅卖超 没有卖很多 就20几亿 10几亿 这样每天卖 但是今天不太一样了 特别之前我们还看到 曾祖伟也就关切说 你外资你把帮帮忙 你借券卖出也太多了吧 哪有这一种全部券借光 所以我们来看到 我们就帮大家追踪 借券卖出 开始减少了 这是不是代表外资开始 由空要翻多的迹象 这个借券基本上不像融券 因为融券你开股东会 或出圈出席你要回补 对 借券基本上有些不用回补的 不用回补 对 它基本上是看你借的那个时间 时间为止 那今年因为我们知道 电子业的基本面比较差 对 所以外资非常大胆的一路在借券 在空相关的股票 对 非常明显 但最近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说 股价真的跌到 有些不合理的地位 对 其实基本面不好 股价也不应该这样子跌 所以很明显 当国际股市一个趋势逛上 谈的时候 在这几天 大概四到五天 对 开始做一个借券回补的部分 对 很明显 一样只少了14万张 这个张数也算蛮多的 算多的 算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我觉得 未来如果股票持续逛上谈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 慢慢再回补一些借券的部分 对 那之前 楚董我听过一个这个 不晓得是笑话还是谣传 听说那个外资到那个券商去借券 就说我这个这个勾起来不要 其他全借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还是夸张了 我觉得今年 真的是从第一季 Smartphone卖不好之后 台股相关的一些股票 基本面都不好 你看第二季 第三季出来的预估数字 都不如预期 对 你看现在手机卖不好 面板 滴润全部都不好 表示整个电子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景气问题 所以说外资才敢这边做一个长空 才敢这样借 对对 陆续去卖 但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股下跌到一个不合理的 所以他现在缩手了 对 稍微再补一些部分 好 那这个我们就请途总帮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这个是之前 这些个股都是之前被外资借券 借到几乎是 你一般散户要去这个空有点难 这个最近卷都很难 那来看到他最近卷在减 就是外资慢慢把这些借来的券还回去 而且不止他把这个借来的券还回去之外 他开始买超 对 所以这代表外资对他的看法是从本来看空开始转多 好 那这几档个股包括像日月光 华雅科 红海 玉创 中华电 望红 红基 跟莲勇 这几档个股要请这个楚董帮我们来好好看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一般小散户跟着他的脚步买一下 我觉得有些还是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像日月光 你看有这么大手笔去并那个细品 对 而且大家可以看 因为像这个Apple的单子 SIP的单 应该是日月光拿了比例非常的大 他今年第三季状况还不错 而且这么大手笔去并这个细品 我觉得他基本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家公司 今天直接拉涨平板 今天快非常的强 而且他的这个直接拉涨平板 对非常明显 你看这底做得非常好 你知道 而且我觉得今天不管他有没有病到细品那一块 对 我觉得他在SIP这一端的投资是目前所有封章的场当中最好的 最好的 好 这是月光 那其他的部分还有推荐 其他部分我觉得基本面 因为华雅科今年大家看到八月底的时候 低润稍微止跌了 我也访谈了 但是他的长线可能还有一些隐忧 长线还有一些隐忧 对对对 你看PC状况不好 手机状况不好 对他可能明年低润价格不会太好 华雅科我觉得他是跌得很深 稍微做一个反应 他弹得应该最快 对对对 跌得很深 你没有看到 这边不止啊 之前从三楼跌下来 跌下来对 所以你看现在弹上去 所以弹的幅度 跌的深 弹的幅度比较大 但他的基本面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所以像这种股票 你可能要看一下技术面 一旦量放得非常的大 或者说比如说买超开始在减少的时候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这种就看一下技术面的部分 对那鸿海呢 我想说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今年10块钱 我觉得如果Apple稍微好 卖得不错的话 我觉得鸿海股价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OK好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鸿基最近的股价的表现 我觉得鸿基 它的净值我记得在20块钱 20几块钱 我觉得事实上鸿基 上半年没有赚钱 我觉得PC诺博客状况不好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它的部分会比较辛苦一点一点 它唯一就是股价跌得够深 离近时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基本面要改 真的是非常难 不是它公司问题 是大环境都不好 没有办法刺激 对不对 比较辛苦 那联永有机会吗 联永今年第二季 旺季不旺 第三季状况也不好 也不好 但是股价跌得很深 像今天开始就相对比较强势 对 我觉得联永的部分 可能还要真的等整个的TV 大面板的部分卖得好的话 它股价会有点机会 但是它虽然是一个长期 极优的好公司 只是景气暂时不好 它还是可以注意的一档公司 OK 好 非常谢谢楚总 这个是楚总帮我们看到 这些都是外资 从空转多的一些标的 给您做参考 好那么再来呢 我们要赶快请一下 我们的这个詹总 来詹总 其实这一张是上个礼拜 詹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一个 这个相关的盘式的看法 对不对 那特别把它拿上来 是要给大家印证一下的 来 詹总怎么看 这个每个礼拜 称唐正宫 要跟大家分享 上个礼拜怎么说的 其实今天应该 要先恭喜大家了 趋势如流水 它走该 它原本该走的路 那么它既然在走 原本该走的路呢 我们只要顺着它的tempo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为什么 我说它这走 原本它该走的路 其实我上次有讲说 这个只是回档不是回碟嘛 这终极的反弹波 不可能这样就结束嘛 它只是一个小逼迫 修正之后 然后呢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挑肥减瘦 特别我也提醒到说 这个OTC这个部分 杀完中多之后 开始嘎短空 它会逐步的震荡走高 然后呢 顺制整理再喷出 对不对 我现场的画图给大家看 有 那么所以说 现今天喷出了 恭喜大家 它是走原本 它该走的路 但是话再说回来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分析稿 每个礼拜 又每个礼拜新的状况 对 那么我今天的看法跟心情是这样 这是我的看法 小B波结束了 小西波的攻击波开始启动 是 但是我的心情是这样 我就怕 吃快弄破碗了 今天长太快太急 我除了给大家锦上添花 还有雪中送瘫 我说也稍微要提服灌顶 稍微浇一点冷水 不要太快 今天又有点太快 今天长得太快了吗 对 快了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轄空是在行径当中 你千万不要被轄空跟轄空手 你一定要拥有股票 但是呢 我也要告诉大家 提醒你 上档的时间跟空间恐怕会有一点受限 那为什么有一点受限 我要跟大家提几个理由 不是叫你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多 但是你心里要有一定的准则去运行 做你该做的 那么我要提醒大家几件事情 我认为上档空间这一波 不会像前波走了970几点那么大 我认为不会那么大 简单几个理由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比如说第一个 大家大概会不会反对这次的反弹的本质是 利空出境之后的无极之谈 它并没有充分的基本面 那通常我比较不理性 而且来得快可能也去得也快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一种 还不自己怎么下来 但是呢可能来得快去得快 突然就会顿住 所以呢这个必须有心理准备 第二个呢外在的环境我认为是不够友善 那可能至于你会问我说 全球股市都大涨 对不对现在还在涨 我刚刚不是还特别给你看 你要再看一次吗 对我告诉你 不妨我们把美国股市 比如说道琼的公益指数的 那个周K线 假如可以的话 把周K线长期一点 或者是越可以现在长期一点的打出来看 看久一点 我告诉大家 他走了七年的 当然这还不够长 没关系 他走了七年的长线的多头 现在还在进行一个中段大修正 你不要刚刚看一两天 我认为他修正还没结束 你讲中段大修正我好怕 中段大修正不是会暴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他必须进入另外一种阶段 整理阶段 那你说大陆股市 比如大陆股市的 用上海上证指数的 中和指数的日K线 短短日K线来看就好了 来看这一波的高点 5174下来 这一段就可以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段 其实这还不够长 要看到5174 看到5174 5178 这一段下跌跌得很深 如果这个地方再跌 真的会出问题的 所以大陆全面就救市是合理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段下跌的过程当中 累积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当然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分享 我只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知道这一次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们暴力救市 那这个暴力救市呢 当然看起来是好 但是呢 也有很多扭曲市场的机制 跟机能的一些问题 很多外资法人嘴巴不敢讲 脚是在走 是在走路 你那里不好玩 我不玩了 不玩了可以吧 动不动还可以停止交易 还可以把人家外资抓去 抓去好好问一问 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当然要反弹 不反弹不可以 但是反弹幅度可能不会是太大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国际间的情况 所以外资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善 这必须要不要光看一两天 因为我们毕竟反弹波也要走一段时间 所以不要幻想的太远 第三个呢 刚刚初总也提过了 一直的苹果呢 就左右了台股的半边天 这叫苹果台股就要左右半边天了 今天晚上一点多的时间 我们在立财经台所报告的新闻 大家都要锁定来看 看这苹果的发表会到底 谈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如果这个事不是决定在我们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留意 必须要看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好 第四个问题是说 技术性的因素 我认为A波走态涨 B波不太足 我们拿日K线 我准备的日K线来看 我跟大家解说一件事 因为这个A走了970几点 是 很长 对 那B呢 修正了五六天 修正又不太足够 所以也注定这个西坡 不会像这里这么的长 这是一种惯性 所以这波上来 可能8500点这个地方呢 已经形成一个短线的 8500点已经化 本来为支撑 现在变成反压了 那最远呢 顶多也达到了季线 我认为不太可能冲得过去 所以这点必须放在心里面 心就不能看一眼 对 再来最后一点 我们在刚刚那个字卡 再来谈最后一点 解套的筹码陆续会出容 有 这件事情再看看 好朋友一等到快买 对 再看看刚刚的日K线 我再跟大家解说 上次这样跌下来 我也有跟自己开玩笑说 你看会不会弹起来 我说好像有一颗啤酒 用力打下去 会不会弹起来 你说有没有气 我认为还蛮有气的 为什么会蛮有气呢 因为这段跌下来 这没有套牢 轻舟过腕从山 一下子破底翻了 但是呢 这里没有套牢 因为这里全部直接转断头 对 对 抽马干净了 所以上来没有什么 很快 那到这里再往上弹呢 慢慢来就碰到前波的套牢区 解套压力 特别是这七波 就慢慢放出来 是 好 这个我告诉大家这些是 你对这一波的反弹 算时间里面 先不要把它看心态也 所以我把刚刚所做的报告 再化成简单的三个预测 是 乘堂证供 每个礼拜还有一些乘堂证供 大家记住 我认为这波的反弹呢 大概有五到八天的攻击周期 大概走五到八天的攻击周期 那这五到八天的攻击周期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再看一下日K星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这里走五 这里走五六左右 那么这里的急速呢 大概就五到八天 那么前半段呢 这前半段两到三天里面 都是大型股的天下 因为它指数要推上去 量要出来嘛 对 对 这一定走大型股 对 那接下来可能后面几天 对 后面几天可能就要换小型股了 这是我第一个推测 就换OTC表现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推测呢 因为这里既然你把界定是一个西坡 西坡有一个充分的特色 就是补涨股的天下 比较 对 之前比较没有涨到的 只要条件够了 这里有资格做一个补涨 所以你要尽量能够寻找一些 还没有涨 还能涨的股票 来作为补涨 我认为这一点也是蛮重要 是 第三个 第三个预测呢 OTC我要特别提一下 来 这个OTC 这个上次所说的话 说烧完中空之后 中多之后 开始要嘎短空 它是一个 以盘代叠顺势整理型 我往上这样一勾 那么至于很高兴说 这样最好了 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 就要卖了 那现在确实 它是在走这样 顺势整理型 也开始要走出 末端的嘎空 所以在OTC里面 我认为特别会涨的股票 会比在集中市场多了一些 特别之前跌得真的太深了 刚刚楚董也提醒到 委屈了他的 这个部分的购物 所以这个是大盘 整个外在可能 未来会面临的情况 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 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过去的好股票 未来就一定会继续涨了 像我们刚刚也提到 三四七式的华雅科 我们在十七八块 来 我给大家八块钱 很多股票 你的心态必须要调整 我们说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三四七式的华雅科 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很多人的勇气 跟杀气用作的地方 我说那个地方 融圈那么多 好了 走这么一段 大家都要提了 问题是过了 过了季线 这条就是季线 季线扣底这里 它还是向下 那这个地方 开始传租的都是利多 在这一个 两三个礼拜里面 它基本上 有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啦 心情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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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空这地方 又去做追高 我认为它沿着 这条期限 还要整理一段时间 并不会是那么快 那就不是现阶段 你该选的 所以新阶段 要新阶段选股 待会会 新阶段选股的方式 再给大家来做参考 以上这些 我个人的经验 提供给大家做分享 是 好 非常谢谢詹总 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他的大盘的一个看法 给您做参考咯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要请一下 我们的这个博捷乐 来 博捷要带我们看到的是 就像刚刚詹总提到 很多人勇气用错的地方 最近还在放空 我都不晓得说 那个最近放空的 今天看到大涨量 还多点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们来看到 其实不止在大盘 个股的部分也是一样 很多人在这个位置点放空 那最近可能会稍微受伤 或者是心理压力很大 融卷的空单大幅增加 会不会成为 接下来上涨的动能 不管是嘎空单 或是可能 有一些空手的看了 也会进来 好 至于你要 很清楚知道 这一波融资 跟融卷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融资减了41% 但融卷 这7203涨上来 增加12.5万张 也就是说 那个心态是什么 散户是买股票 被断投出去的 你知道吗 断投出去的 它会依稀用是说 它想赚钱 想要赔回来 对 不是在期货去 大力放空 不然就是在融卷 拼命空 对 所以今天的买盘 除了外资的买盘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放空的那个 回补的买盘 今天下到 没错没错 那你要看得懂 控盘者 这个量这么少 它要怎么 我们讲穿了 7203附近买了 这么多的 这个控盘者 这个阻力 它要怎么出货 大家拼命放空 好 我就先嘎你一个空 所以我认为 这是短空 短嘎空 不是长嘎空 所以基本上 今天看到这个上来之后 其实基本上 我会建议大家是说 明天基本上 不要再追高了 不要再追高了 对 明天会有新一轮的股票 做人动 这阵子 嘎空上去的 强谈的股票 基本上可能要正当整理了 好 那我们就进入看 基本上哪一些股票 要注意 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就是 这个基本面要好 然后它的筹码 就是它的融卷很高 所以这有没有可能 就像柏杰哥讲的 可能有嘎空的行情 我们帮大家列了一些 融卷很高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看它 明明都好股票 我不晓得为什么融卷这么高 看它涨了就给它空下去 华通 宏杰克 伟创 稳帽 信邦 雅光 铜亨跟瑞宜 你说是不是好公司 是啊 怎么这个融卷张数都越来越多 好 我们就看华通 这个华通基本上 很难得 这盘式里面居然有走多头的 我们把华通拿出来 对啊 如果把年线打上去 短中长级去线成多头排列 但是有一点 今天晚上不是iPhone 6s要发表吗 注意哦 很多人说可能 iPhone 6s没什么新奇的 好 这股票提防利多出进 明天搞不好利多出进 理由是什么 它营收创新高 那股价一定先涨了 但是这次还原权值来看的话 基本上已经涨很多了 对不对 对 那相对的外资跟投信哦 你现在看了龙卷 但是三大法人 外资同信 一直买 对啊 对 一直买对不对 它在等什么 iPhone 6s嘛 嗯 iPhone 6s这个题材出来之后 所以这档股票 我认为基本上 你明天开始不要追 虽然它很强 很多人今天会很拗恼 说我明天要买什么股票 对不对 这种股票就不要追了 那有些股票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基本上我认为有一些股票 比如说 好 我们来看伪创 伪创 伪创基本上 伪创余额还有1700多张 那营收不错 月增有5%多 对 那因为 基本上它的营收表现 有一点微温嘛 重点是它实施库藏股 实施库藏股 那重点来了 我请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东西叫股价净值比 也就是股价跌渊净值很多的 它的净值多少现在 我们除下来只有0.6 也就是股价地域净值 只有它的0.6而已 好 重点来了 如果我是中石户 这左右要过关了 拔掉了 那你会买什么股票 我买超跌的啊 CP值高的啊 对 你会去买大力光吗 可成吗 这么高了 不会 你会选择说买这个低的 而且是价值型的 也就是股价超跌的 是 那相对的就是说 它又是赚钱的好公司 对对对 那我请大家看这一点 这里有一条 这是什么 对 如果下面把量拿出来 我就告诉你 这条线叫什么 这条线叫做 量是吗 量 这里有一个大量对不对 通常这个大量后奇怪了 就赶紧地脱离了这个成本区 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 所谓的阻力进货成本区 你要注意哦 它没有跌破之前 基本上它会拉出它的成本区之上 那这条叫季线嘛 其实还有空间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股价近期 偏低的股票 还有补涨的空间 那这一点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是伪创嘛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再看到 这个信邦的部分 这也是伯爵哥比较推荐的 这档非常特别哦 我们来看这档 这档股票基本上 上半年EPS 2.36 是 好 你仔细看哦 它打了一个 如果把年限打进去 这年限是站在年限之上的 那重点来了 这股票基本上 最近很强 谁在买 头信一直在买 是头信任养股 虽然它是所谓的一个什么 连接器 但是它跨足的是什么 医疗设备 新的领域了 所以基本上它打过底的股票 而且基本上头信在任养的 我认为这个股票 似乎还有去挑战 前波高点的这个机会 前波高点在这里 对对对 有机会是不是 这个是信邦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档同坑 哇 很多人卡在同坑里面 同坑其实是赚钱的公司 你看它8月份的营收月增率有75%哦 好 我们来看同坑 其实同坑前一阵子我们把它缩小 我们把它缩小 缩半年 我们缩半年 到半年 好 你仔细看 对 很多人买在这里 对 很多人买在这个地方 你会注意这里是一个头部 嗯 这个一个头部 好 这里头部套牢了很多的人 对不对 对 好 相对的 最近呢 基本上呢 我们在搭配成交量 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看成交量的部分 你就会知道 好 这里呢 好 这里有一根大量对不对 嗯 好 重点是先看这里的大量 这里大量是有人进货的成本区 那也就是说在这之前 这里又出一个大量了 代表的是啊 基本上这里有进货量 我讲的是进货量 嗯 所以明天开始有的股票会 开始整理 有的股票还会再开始表态 是 那这档股票基本上你要注意就是说 投信之前杀下来是谁杀 投信杀的 对 那现在投信干吧 所以现在投信卖差不多了吗 买回来了 买回来 开始买回来 有没有 好 那寄信在这里 还有一点空间 嗯 所以明天我认为 接下来的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是 旋骨很重要对不对 第一波华尔科 嗯 面板友达 对 LED今天都涨上来了 对 那注意看这些股票基本上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震荡 嗯 所以呢第一波从底部上来的股票 可能要先做一个部分的调节 OK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博杰哥 那么今天带我们看到了是一些相关的 有可能会被高空的股票给您做参考 好 那么休息一下咯 下一段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那么到底接下来的选股方向会是什么吗 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 looking at